這個潛艦 大家都知道臺灣需要 要有潛艦的三種 一種買一台新的 一種買旧的來蓋 一種自己做 三種 所以前政府美國要買藍 國民黨黨六七十桌 那一桌都不可以買 當然有人來推銷 河南的買來 蓋蓋的怎麼也可以 小英總統說 就是要自己蓋 好 現在蓋了差不多了 蓋了差不多了 當然裡面有什麼 以前海軍艦長說 裡面都空的 人家長頂部就說什麼空的 就去看過了 去見證過嘛 他們說 他們說四五層樓高 什麼到底在哪裡 都有啦 跟臨自政委員 他可能有一些保密 不能說 不可以說太多了 都把它放起來了 其實這張照片很清楚 大家看到照片 有那麼多 小英總統的這個 豆丘兵這些都滾風的 這是滾風的 右邊對這個顧麗雄 陳其邁 怎麼有三個額頭 這三個額頭就 美國的 韓國的 日本的 黃曙光 台船的東曙鼎 美國的 韓國的 日本的 他們可以去給他們 搖車來 因為他們搖這隻有關係了 不然他們 三個站在這裡要衝 如果沒有照北國的 沒有照什麼荷蘭的 法國的 英國的 沒有照這三個來 因為這裏面的東西 有關係嘛 所以文君說 說我現在這條主要是 有人因為有人這個 這是一個弊案 我交給國文部 沒辦法辦 交給什麼調查局沒辦法辦 所以我再去韓國 交給韓國的 聽你的亂說 你是同步的 你是同步的 對 你跟韓國是同步 也讓我們調查局也讓我們說 第二 李高很厲害 你是法官 檢查官 李高我怎麼撐的 你說國文部的 這堆 這個調查局的 給他這裡就好 韓國就給他這麼好 這麼厲害 你那個檔案 我就自己撐 李高知要把他錄音檔 三千多個檔案 錄音檔在那裡抓出錄音檔 這個檔案 浩大 我們如果人家可以USB給我們回去看 我們就直接插進去 全部複製貼上USB行李 我們回去看看對不對 他有辦法這樣撐 錄音檔出來 其他的不撐 這又厲害 第二 我們所有人知道三千 這個書是誰講的 黃鎮輝講的 黃鎮輝講的 黃鎮輝怎麼知道三千 他怎麼知道三千 他看過全部他才知道三千 不然我們才知道三千 搞不好裡面只有三百 是他跟我們說三千 對 現在我黃鎮輝自己說 他給韓國是全補的 馬文君 英機賣 中文也賣 我們常說MG的 和自己直播樓桃 他也不知道 英機賣 第二 什麼抹黑產業鏈 一下子那個鏈是漏鏈的鏈 不是產業鏈的鏈 什麼不對 第三 無國也不會贏 無國接近 現在這都接壁集團的必修客 你要Google那個地資 這以前一看超級市場 那個鏈是英國的倫敦 現在梁林鎮室查到說 那個鏈真的 那個鏈是直播樓桃 一比利半島 靠近西班牙那裡 這這麼簡單的事情 大家都會贏的 你現在還說我只是 我就是為了接壁 但是你光同步給大家 同步給這麼多人 而且你很厲害 你又切這裡 有的人拿ABC 有的人拿A 有的人拿B 你很老闆 真的 我們一般如果給就全部給 歡迎看什麼人狡猾會出來 好 所以馬文君這個謊言被揭穿以後 國民黨現在都沒有人在車上 大家都要跳車 外本那邊跳起來 反正又跳下去 現在好像沒有人在車上 有有有有 剩下月圓資啊 沒有 巧欣在車上 巧欣在車上 睡著了嗎 巧欣昨天還有再繼續報 那個英檔的內容啊 沒有 英檔的內容 英檔 英檔 李正浩也有 李正浩已經交給高檢署 15個檔案了嘛 所以李正浩怎麼 李正浩說15個檔案要聽9個小時 那也算太累 好 就是說 這一些已經包括很多的媒體記者 早就有都拿到這些檔案了嘛 那你把這些檔案洩漏出去 就什麼有什麼GSI公司 怎麼一大堆 什麼磁代表 這些不是CME嗎 不然呢 所以馬文靜你現在又改歲 國民黨沒有人要對 你到最後被丟包的可能性就很高 這一個不只影響你自己的立委選情 連侯友的民調也供給了 對個別其他立委 因為大家不上船 不上車 所以沒有差 沒有影響到 你像我們桃園龍潭 李玉玲 李玉玲現在每天在找 沒有我最近比較忙 他也是國防委員會 對 他的選舉是龍潭 他知道多少部隊 大部隊都是龍潭 他的選舉他現在也不敢說 因為大家都知道 潛艦國造 台灣擁有潛艦第一艘 到最後第八艘 這整個對台灣的國防自主 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包括現在國民黨 那天馬文靜 記者評論 問你知不支持潛艦國造 他說我支持啊 然後最後說 但是 不要再談一談一談 現在也沒有國民黨的立委 敢跳出來翻對潛艦國造 他講的那個邏輯有問題 就是說 那個防腸刺他是陸軍 對 那馬文靜把東西交給他說 這是海軍的 這是海軍的事情 邏輯上那個防腸刺 他連聽都不敢聽 對 他絕對放起來 放回國安部看怎麼處理 問題是他有拿過國安部嗎 他假如他拿回去給國安部 國安部才決定說 要把這種東西交給誰 誰才有權利 因為那個余將軍他有講 他說他們當軍官的第一個就是說 不是你的機密 你不要什麼 不要窺探 你都不要問說那個是什麼東西 所以那個陸軍的常務次長 接到海軍的東西 當然烫手山魚的 想說不要浪費 你想要給海軍 你不要給浪費 可是他既然收了 假設他有收了 那他應該拿回去是給國安部 國安部交給海軍去處理嗎 連防腸刺 連聽都不能聽 這個是那天王定宇委員說 而且他根本沒有那種什麼 潛艦的等級 對機密等級 其實大家都誤會馬文靜 馬文靜不是台灣人 也不是中國人 馬文靜是韓國人 你看嘛 一個台灣人如果看到在台灣 看到一個台灣人跟韓國人做壞事 聯合起來做壞事 我們應該去跟 去跟報告誰 應該去跟台灣警察報 報告嘛對不對 去台灣的法院提告嘛 你怎麼會跑去跟韓國提告呢 而且他講什麼 他說他所使韓籍寄邪無視武器輸出許可 把機密帶來台灣 你這完全站在韓國的利益 這對東華民國利益有什麼損害 這好事啊 不管是不是這樣 但至少這是對東華民國有利的事 你怎麼是站在維護韓國利益的這個角度 就好像國民黨執政的時期 美國也曾經不願意賣魚雷給我們嘛 結果我們是跟什麼 我們是請印尼去跟德國買 然後德國賣給印尼 印尼再偷來拿給我們 那德國就假裝不知道 那這個時候如果有人像馬文君這樣 跑進印尼政府說 你們怎麼可以賣這個魚雷給台灣 那台灣就完蛋了啊 沒有魚雷啦 這是同樣的意思嘛 所以我覺得馬文君這件事 就大家不要揮 這個是不是機密 是不是這些都不用講 只要講馬文君承認的部分 他確實有把資料送給韓國 導致於幫台灣造潛艦的韓國的機師 被捕影響到對台灣潛艦的製造 所以你妨害潛艦國造 這是事實嘛 鐵一般百分之百千分之一 隨便你再說什麼都是事實嘛 這就不要再否認了 其他的我們以後再看 但是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說 這兩個人非常的相像 為什麼又有高鴻安 不能把他忘記啊 預告一下明天開情 馬文君很像高鴻安 第一個就是逃避問題 你不敢面對事實否認 你也不敢講你沒黨 也不敢講你沒抄 不敢講你沒洩密 你就回那邊說 我也不知道那陸軍帶是真的假的 那你去給人家幹嘛 那個陸軍次長有幫我看過 看過你有拿給他看嗎 你給他看了多少 鬼知道啊 我轉我請外交不轉的 所以甚至七樓公司 回來回去 他就是不敢正視這個問題 你到底有沒有做這件事情 第二個呢 就是抹黑對方 郭喜說他就開始 先講郭喜什麼隱親風案 人家都已經不起訴了 後來就開始揮說 郭喜是前客做生意怎麼樣 你還不是做生意嗎 你們對不對 你們的廠商利益糾紛嘛 那所以然後甚至連蔡明軒 他的競選這個對手說 質疑他他居然說 蔡明軒的爸爸在大陸做生意 這樣有沒有問題啊 是怎樣 中華民國國民在大陸做生意 是犯到哪一條法 就抹黑對方就跟高雲安也一樣 那第三個都自己不敢告人家 就叫人家告叫人家告 那你你覺得人家對你有傷 你應該去告人家才對 不是後來是國民黨力挺啊 你不告我們選情完蛋了 他還去告 可是他還有很多人沒告呢 他應該告王定宇 因為王定宇說他這個這個 在那邊抄襲這個紀錄 沒有沒有那是趙天林講的 王定宇是講說他沒有簽那個保密 王定宇說他沒簽保密協議 趙天林說他這個 這個超超邪邪 超超邪邪 然後王定宇說他把三千份檔案送給人家 然後李正浩跟吳征告你潘國 這些人你要告他誤告啊 這五個人你都應該去告他都不告 你看高雲安也都沒有告 就要讓對方去告 那更好的一點就是他們都有借可 對 高雲安有一個借可 馬雲界有一個借可 因為國喜說 他去大陸的錢是借可付的 這個借可不知道哪裡去了 大家忘記了 一開始 在開始說他有講到一個名字叫做 傑可留 對傑可留 這很棒 所以就 那很好笑 馬上就是說 我是跟他去推銷消防器材 你為什麼要跟幫國喜 去中國推銷消防器材 你為什麼要接受他幫你訂機票 你自己不會花錢去嗎 對然後你事後說你有付錢 你付到哪裡去了 人家有付錢啊 人家有出示這一張單據 其實是十七萬八千六百十十塊錢 我有給國喜 人家有說 你現在我把錢拿回去 不要再去找 重點說 所以現在你知道我們在 我在高雲 有朋友他們是在玩那個 我們不要講那兩個字 在玩數字遊戲的 因為總統那個不好玩 因為讓兩百五十萬票 實在是沒什麼意思可以玩的 但現在在玩說 到底馬文君跟高鴻安 哪一個會先被抓進去關 這個很有趣 真的有這個 真的真的 大家要不要來參加